最近,韩国的漫改剧大型奇道,从去年的爆款《奶酪陷阱》到今年的金蜜书为何那样,都是同期韩剧里的高分漫改作品。 这次,我的爱帝是江南美人,同样一开播就好评如潮。众所周知,韩国是整形大国,举国上下迷恋颜值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,他们不仅自己迷恋,还将这样的整形产业链经由韩剧做成了文化输出。 最终,日,等东亚国家审美趋势也造成极大影响,导致很多西方人认为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容颜,韩国的整形医院集中坐落,在财大气粗的江南区,剧名中的江南美人,指的就是从江南区走出来的美人,他们也是活生生的整形代名词。 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,这波豆瓣评分8.0的我的爱帝是江南美人,到底魅力何代?女主角江美莱小姐冒过出众,说她丑,倒是不缺鼻子不缺眼睛,但是自幼胖敦敦的身材,小眼睛,她鼻子,鼻中人之字略有点远,自认容貌60平均分以下,身材是XXL的码数,所以周围的凶孩子都欺负她,而小孩子赤裸裸的恶意,往往更加伤人,受不了这样压力。 她的美来姑娘决定整容,她强迫母亲在详细解说,手机危险行险的协议书上签名,在爱女如命的父亲难过,到不可置信的神情里,完成了从60分以下到78分以上的容貌改变,就此脱胎换骨,之后顶着一张美美脸蛋,抱着对大学生活期望,将美来踏入高校,成为了一名大义先生,开始她波澜壮阔的大学生涯。 周景说,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美貌少年,却堪称韩剧第一见表达人,连行走都自带BDL。 这样的王子,冷面毒蛇自然是必备属性,之后的剧情里可以看出,男主不但对白莲花的美人无动于衷,貌似还对曾经丑小鸭一样的女主,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。 女主各种实力宠溺,一副我的言力只有你的深情,这个拥有男涵,脸蛋天才,号称统一半圈审美的人,精致的五官,纯红纸白,如同漫画里走出的少年一般,和剧中的人设高度符合。 万人米,行走的话报,高冷男神,没有那么多误会,就是看男主一路手撕绿茶表,钻着白莲花,奏翻各路渣男,一直为女主保驾护航,这才是当下偶像具男一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这部剧并不是鼓吹大家要去无脑整容,女主因为从小长得丑,因此对外貌身份敏感,对周为人的外貌,总会不自觉地打分。 男主清了女主给别人的脸分等级的时候,说了一句,都应该整脸。